及时新闻综合报导,中客在各国观光时恶民不断,泰国当局23日就逮捕一名45岁董姓中国男子,因为他竟然企图在海边石头上偷凿被称为佛教圣物的巨型贝壳车渠。 据新周网报导,泰国海洋资源管理办事处主任指出,当时接过民众通报,大皇帝岛有人在敲击海边石头,连忙派员前往祖址,发现是一名董姓中国游客,随后便交由警方处理,董人还被拍到半生赤裸,仅穿短裤和拖鞋的照片。 车渠是海洋中最大的双壳贝类,直径可达一八公尺,向来有被王的美誉,在中国佛教中,汉金、银、琉璃、玛瑙、珍珠、琥珀并列为七宝,西方社会则将车渠与珍珠、珊瑚、琥珀视为四大宝石。 按照泰国法律中克的偷凿行为,以涉嫌违反禁止在珊瑚礁海域寻找捕捞与捡持任何海洋动物的法条,因此董男将面临法律制裁。